好吧 健康友方 讓您健康N次方 請教副作 如果真的治不好的話 又怕去換人工關節 那歐美現在很流行 就是打PRP 就是血小板血漿的一個注射 那這個到底是 它的過程是如何呢 是抽自己的一個血液嗎 對 從這張圖上 我們可以看到 很簡單的四個步驟 抽血 分離 離心分離 然後把它注射筒裡面 它需要的生長因子抽出來 然後注射到你需要的地方 就這四個步驟 一次就抽10CC就好了 10CC就可以了 那這個過程到注射的時候 要多久呢 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就好了 是 所以這是一個 也不算那麼複雜的一個手續 一個過程 那PRP主要它的原因 就是說我們身體裡面 血小板它本身 如果說是把它離心出來 它有一些高濃度的一些 生長因子在裡頭 這些生長因子呢 本來我們身體受傷的時候呢 血小板去就可以有修補的作用 它就自己就會有修補 修補的作用 所以就利用這些原理啊 我們把這個生長因子打進去 濃縮後打進去 讓這個受傷部位的這些組織得到修復 它包括一些細胞 譬如說軟骨細胞 譬如說一些幹細胞 都會過來做一些修復的一個動作 然後就達到我們這個 恢復它功能的一個目的 那它的費用好像也不是那麼便宜 那多久要再打一次呢 普通我們大概有一個標準的一個流程 就是說大概一萬六千各家 到五萬不等是不是 大概是這麼一個數目 那它主要就是一個月打一次 一個月 還是看每一個人可以稱 他一講動那麼久的三個月再打一次 要不然就要兩支 還是有人就打一支 如果打兩支 它這個費用也不便宜 對 基本上大概一個月一次要打三次 完成一個療程 這是我們現在醫院常常在做的一個 那有沒有人不適合 就是這種PRP的一個注射呢 就是血小板血漿治療呢 那當病人 當然他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時候 血小板本身不健康的時候 這些都是不適合做這些分離的 因為它本身的條件就不對 那其他的正常人 那我們想都可以做這方面治療 如果說副作者 因為可能會想要打這個就是希望說不要到換人工關節嘛 是不是 PRP的做法就是說我們在組織輕微的損傷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它的修復來完成你受傷損傷地方的一個修補 對 那當然太厲害的一些損害呢 像剛剛軟骨到4的時候那個打這個有沒有幫助呢 它的效果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不鼓勵太厲害的關節員去做這些事情 那也就是抱著我姑且一試這種心態去做的 所以在前提還是你要先保護好嘛 如果真的沒辦法呢打這個可能要因人而異 那到最後是不是就講要真的就得要用換這個人工膝關節的呢 我們如果看到前面的這些一個示意圖 它的關節到了第四度 第三度 第四度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裡面整個損壞掉了 軟骨都磨損光了 我們就要做人工關節的一個置換 從這個圖上面可以看到 這就是還沒有裝進人體裡面的一個人工關節的樣子 它是一個大腿的一個部分跟這個小腿的部分 中間有一個關節面 這個就是構成我們一個人工關節 讓它是一個光滑面 病人就不會疼痛 可以很輕鬆的就行走 那這個是裝上去 你看它的軟骨破壞了 軟骨破壞了 但是呢 裝了人工關節以後呢 它整套的裡面就是一個光滑面 包括這個冰骨也得到置換 都可以置換 那這個圖是我們實際上手術的時候 它的一個實際狀況 這個是我們的關節喔 是 這是關節嘛 對不對 對 然後這個就是你剛剛這個人工習慣 就是把這個裝進去了 你看看大腿骨在這裡 小腿骨的關節面在這裡 它中間有一個所謂的關節面 這個可以用耐磨的 耐磨的它時間比較久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冰骨的反面的軟骨 是 它的智患 這樣子完成一個人工關節的一個智患 不是說那這樣就一勞永逸嗎 材質是不是也分很多啊 一個材質如果是爛磨的話 我想幾十年 對 幾十年沒有問題吧 三十年都可以吧 所以一個七十歲的人 三十年 到人類了耶 百歲了 他還是繼續磨 那個磨損就快 把他衛生放得好 這就要找人家了 所以找對醫生很重要 還有一個是 他們之後的用力的習慣 那個如果他們的 如果還是歪著這個O型腿那樣子的習慣 就是說他的用力就是 姿勢就不對 對 他外面的筋還是很緊的話 我們看到有一些人他還是會再提早就回來了 就提早磨損回來找醫師再換一次 因為他原來用力習慣之後沒改還是一樣 對 我想林醫師 林醫師跟我們陳老師講的都很對 不是說只顧著切 這個好像我們修一下就套上去 這中間有很多的這個技術在裡頭 包括他的韌帶的鬆解 派頸是沒有辦法彎 擺的位置 對不對 他的角度 這是純粹技術 一定要在一個正常的一個受力的一個角度 才可以用的長久 這些事 所以為什麼要請民醫來講 就是這樣對不對 那我請問一下 貓妹問你 那病人在智患人工關節的時候 會聽到骨頭ㄡㄡㄡㄡ的聲音嗎 會嗎 要半生麻醉嗎 如果半生麻醉會聽到聲音 我知識轉述 有人說他為什麼怕會智患人工關節 以前就說會聽到醫師在鋸骨頭的聲音 是 這個因人而異 他又看你上什麼麻醉 那普通我們都會盡量 因為他如果事前講他怕的 我們會給他上去 那不怕的人真的會聽到聲音嗎 會聽到 但是其實也還好 真的勇敢嗎 我們會讓他睡覺睡著 學關公刮骨 聽聽刮骨聲 好 謝謝副作 讓我們知道這人工關節的智患 原來這過程其實是很繁複繁瑣 要找對醫生 那麼才可以真的是這樣一動 好 除了不得已就要換人工膝關節 那之前的保養就很重要 我們要有請我們的林醫師 林醫師告訴我們說 是不是從腳底的按摩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膝蓋好不好 是不是 要按哪個位子啊 所以你常常去腳底按摩 那倒也沒有 其實現在有很多 你自己在家裡 有高高低低的 你可以踩到上面的 那有的我是建議有的病人 對 這麼說 夠嚴重了 找他們兩位姓陳的專家 不大嚴重的 我們就在別的時候 可以先來保養 對 所以有時候包括你 即使你踮腳走路 這十個經絡全部都訓練你的基建 可是這裡好像沒有告訴我 有哪裡是安心蓋 對 但是對我們一般 這是中醫或者他們叫做弱石 就像石頭一樣 他們有一個弱石健康法 就是自己給自己來保養自己的健康 所以這個有的就像 不全是神經反射點 那跟中醫有那麼一點 又不全有關係 通常腎 足骨 這個唯一中醫在腳上有穴道的 這就只有這個叫永泉穴 所以大概從你的腳趾 到你的腳跟三分之二點的地方 所以你就在這個地方 沒事敲敲 揉一揉 這就算了 不是打這個手 是這個腳 那不是手 走出勞工穴 這是對咱們心臟有關 這個是因為腎足骨 事實上在中醫 腎又足腦足神經 腎其實我們常常說腎虚腺虎 這個腎是腰 又跟我們的西醫的腎上腺 都帶了一點關係 所以這邊是腎 左右兩邊都有 可是肝足晶 所以今天我們很多的愣帶 對 那這個在我們 在中醫的角度來講 這個是足晶 所以你大概就在這個 三分之二的中外圍的地方 沒事 你就到夜市買一個 那種有的是木頭的 我們講台語講 很多的按摩的輔助器材 對 這麼去敲一敲 那這個是間接的全身的改善 可是如果要講局部的點 哪些點對我們好的 那麼站在他們弱時的 第一個 右膝 是在這個腳圓的側面的地方 那我們在這個側面的第五個肅骨 再往後面一點的地方 有個骨頭突起來的 這個地方他們是手肘不好的 軸關節不好的人 是按了這個骨頭突的地方 對 他是拿手指從上往下 就是我們從這個上 從上往下這樣子按他 這樣子按 就在這個側面 骨頭高的地方 至於骨頭在下面凹下去的 有一塊肉的地方 這個是膝蓋 那他的意思是說 從腳尖朝腳的下面 對 也不要按很多 只要你按對了四到五次 所以強化的話就是 這個你剛剛講的肾 這個泳拳穴對不對 對 然後再來就是兩腳的側邊 這是右膝 這是左膝部分 然後可以長按 另外我們要有請我們的大鯨 因為是小鯨人 那麼林醫師會跟我們講 是說怎麼樣從我們 褲縫裡面 來分辨所謂的膽皮味精 好所以林醫師我們可以從褲縫 就可以順著這個褲縫 來敲我們的肝膽皮味對不對 是 皮味精應該這樣講 對 我們一般 我先用褲子簡單的大家來表達一下 好 我們側面這個褲縫 大約走的就是所謂的膽精 那我們在內側的這一條褲縫的地方 對 就是所謂的肝精 就在這一頭 這邊就是所謂的肝精 對 那我們的膝蓋有兩個經絡 在中醫師經過的 那在裡面的 就是我們燙出來的這一條褲管子 這個裡頭 這是皮精 外面口袋斜下來是胃精 這皮味兩個精 剛好經過我們的膝關節 那這個膽精 肝精 剛好經過我們兩邊的側邊的愣帶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有的在 我們西醫 這是古四頭肌 我們的什麼側邊的愣帶 內十字外十字愣帶 這個都對的 這個西醫是絕對的 但是在中醫 他說你知道這些精絡 你把它調好了 它不會不協調 不會繃得特別緊 不會讓你特別的歪 那這個時候 它就有它的一些保養的效果 所以這原理大家先了解一下 大家就說 我們的靈醫師要不是心臟內科 其實現在靈醫師也是 往整合醫學這邊來研究 我覺得我們西醫 到最後都在看病 稍微晚了一點 非常科學 就是說我可以教你怎麼補習 要補考的人 我讓你這一次過得了關 那為什麼不早一點 大家都一直變知憂生 不要到最後來補習 而且到最後說 你還不見得有名醫幫你 對不對 找錯醫生也很麻煩 我們有很多專家 慢慢往前面 來多花一點心血 我們可以四半功倍 所以就是說 我們常講 預防 現在要打的時候 我們有的就是靠這樣子 因為這是環跳穴 這是膽筋 所以你在這邊打一打 先打鬆了以後 你就沿到這個膽筋的下方 事實上不只是膽 從我們的胃這些 裡面這樣慢慢再打上來 這是肝筋 打完了以後你在這邊再拍一拍 對 所以你從表面上這是膽 往下對不對 事實上從外面 對 外面不只是膽 我的胃連我的這個膀 膀全部都動到 裡面就是我們的皮腎跟我們的肝 所以我們才有所謂的三陰膠 什麼就是特殊的點 你可以去按摩 那你要打多久啊 這個沒有關係 這隨便你就打到你疏疏疏疏疏 比如說你現在看電視的時候 你就可以邊看邊 都可以的 邊敲 就是讓你鬆 這個打的時候 像剛剛李醫師會 由外面先打 由外側這樣子打下去 然後再從內側打回來 其實它正好跟 這個所謂的淋巴循環的方向 是一致的 我們淋巴循環是從外面出去 然後從內側收回來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 這個中醫的氣血的概念 跟我們這個西醫的淋巴的概念 在某一個程度來講是相通的 所以副作 如果多敲幾下應該不妨吧 對 應該是沒有關係 應該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 如果真的有狀況的時候 不要再緊一點去找副作就對了 那保養 保養 那你現在這個是 非常簡單的 其實基本上是不穿鞋子 這下肢強健 呼吸 坐在椅子 這個椅子牢靠一點 你就把腳這樣子伸直 一定是腳跟碰腳跟 然後呢 就是腳跟放鬆以後 你就讓它自己敲打 就這樣子打就好了 就這樣子打 那你要把它 更緊一點的也可以 一般你就是很輕鬆自在的 一邊聊天 一邊看電視 這個就是整個的 古四頭肌 因為有的人啊 這個像那個 大力水手的女朋友一樣 那個根本腿上都沒肌肉 你叫他天天做運動 大力水手女朋友叫什麼名字 Oliver 對 那我們要先要長肉 所以脾胃是長肉 你這麼動一動啊 你搞不好胃口也開 也有一點精神 有的人的走路都是拖著走的 但是你沒有試鏡上打 你先從五下十下 你慢慢打 打久了有的打到 不打到一千下 他不過癮 這很適合在看電視看節目的時候 做這樣的運動 很好啊非常好啊 可是做的時候要很注意 不能夠憋氣 因為很多人就是一整天的工作完 這個應該不需要憋氣了吧 沒有很多人 都不需要 可是很多人會 他因為習慣性僵硬了 所以不知不覺的時候會憋氣 所謂憋氣是 你只要吸得少 吐得少 那個身體不自覺的緊繃 身體就開始缺氧 這時候出來的效果會打折扣 甚至於你很僵硬的時候 出來的時候反而會 有的人做完以後 反而更不舒服 是因為他憋氣了 是 很痛的時候啊 對 要找他們 所以你這個是平常不太痛 不太痛 你稍微在保養的 增強你的腿力的 你真的很痛 照到你應該在熱水池裡面 你看那個到外國 到那個所謂的 你說是三溫暖的時候嗎 對 你在那個熱水池子裡面 你在那邊跳舞吧 因為骨頭要用壓力 可是膝蓋承受不了壓力 對 所以你的運動的話 應該在水裡面 比較沒有壓力的 去動一動 那這個時候 應該是比較有保養 OK好 所以林醫師一直強調說保養 那保養呢 可能很多人也會吃保健食 比如說吃鈣片 到底好不好啦 那還有你的 你的這個骨頭 到底有沒有骨鬆問題 我們當然請專家告訴我們 就不行 那是個最高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165瓦哦 真的调整电用得很放心哦 所以冰例水冷气会给你全所未有的12大承诺保证 静强降温 物理除能日冷原理 根据环境不同 最高可降温8度 滋润空气 或不是水循环冲洗 生发量大 喷雾加湿效果更好 净化空气 特大空气过滤网 水连双重过滤 更有效净化空气 宁静自然 还用美国骨马威克润滑电机 运转超稳定 自然宁静 人性关爱 为电脑控制 清除按键 数码显示室内温度 掌控自如 6公尺远距离遥控 120度大角度接收 一切尽在掌控中 智能科技 定时关机 监控风鸣提示 关机自动记忆 健康生活 不离死杀菌除臭 油污分解 速冷飙风 创新双涡轮离心送风技术 风速每秒12公尺 保湿美容 创新盆雾功能 水分子超微细 吸收效果更好 安全防尘 补水自动体试 上下左右摆动 立体送风 进发超进 6档风速 3档自然风 3档睡眠风 进风 静音 随心所欲 一通电话 立即享受 清静静冷 只要十分之一电费的水冷器 马上买 马上冷 马上省 兵力移动式水冷器 我们大家常听到 你漆了没 是因为糖化血色素 再漆一下 就能够降低 病发症的风险 规律的运动 可以帮助控糖 减重 每周呢 潘老师建议你 五天每次 三十分钟 注意避免低血糖 快跟潘老师动一动 改变糖尿病 你漆了没 你是我的小苹果 运动好处不嫌多 全国流荡品拍卖会 来就送二十分美赞 珠宝名表名牌包 一折起标 免收15%手续费 7月15至16日 只有两天 新竹老爷酒店 抢购专线 0800 268 777 好 白白健康友方 我们刚刚也请教副作 如果我们鼓松的话 会不会就是膝盖不好 副作说不可以这么讲 不能画上等号 但是鼓松呢 却是现代人 一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常常去见解的时候 会透过一个超音波 来做检测 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我们叶子导播 有请他来帮我们协助一下 所以现在导播已经把他脚 放在这个仪器上面 那我现在先按一个数字 按下去OK之后呢 他就开始在帮导播做一个检测 据说呢 导播平常好像之前都 副作他都一天喝到四五杯咖啡 这个后杯 他会咖啡很多了也是不好的 也是可能 有这个统计是 对固质是不好的 固质会有一些影响 那自己说有些人会吃钙片 或是其他的保养品 那我们请副作帮我们解析一下 先看看我们导播 他测出来的一个数字是如何 副作现在出来了吗 是 对 他是多少啊 负1.4 我们有一个梯子 对梯子 就看这个梯子是负1.4 好 那负1.4 等一下我们再请副作帮我们解析一下 那叶子导播你的是负1.4 如果这样看是 应该是有一点点 股质缺乏 缺乏 那到底可不可逆 等一下我们请副作也帮我们叶子导播来解读一下 因为这也有可能是大家现代人所面临的一个一大问题 所以副作请教一下 刚刚我们的叶子导播他测出来的T值是负的1.4 那当然有时候这个就是骨质流 它的密度应该跟年龄也有关系 那我们导播是五年级尾 接近六年级身 那也还算年轻 所以他是不是流失的太快了 跟他刚刚讲 他的咖啡之前是过量的 那现在慢慢修正 那负的1.4可逆吗 当然这个负1.4表示他骨质的缺乏 他没有真正到了很松的一个地步 还没有很松 那听起来应该还有机会把他hold住 所以骨质缺乏的话 那当然我们就补充盖子就可以了 让他不要再继续缺乏 再加上他可能再去一些运动 正常的晒太阳 也许就可以很好 所以他从事意图导播的负1.4会在哪里 这个应该是这个 各位观众可以从这个图上可以看 正常的骨头是很密的 它就好像海绵一样 那跟着这个流失的话 它就变得很松 很清楚的可以表示给大家看 那像到负的2.5 这个就很大的骨折风 就是比较年长的人才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当然如果加上还有一些疾病 它也可以导致这样子 所以普通的一般讲法都是指 随着年纪 它的骨质会越来越松 所以就是要注意去补充跟保养 那当然这个骨质疏充我们把它分成三个等级 正常的就是我们到负1以上都是正常的 骨质缺乏是负1到负2.4 我们普通讲的骨质疏充就是负2.5以下 以下 比如说负3负3.1 这个都是骨质疏充 那如果自己在检测我再请教一下 一般我们会看到 就是一般的见解 好像是透过测我们脚踝这部分 那超音波 那我记得我有去到医院是 是仪器的 那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评估自己适合哪一种 所以这个中间 因为就是很多方法可以测 这是今天这个超音波是中间的一种 我们有X光的看 可以检查它 有X光的吸收 光子的吸收 种种的一个方法来测查 那因为不同的这个仪器 它的这个基本上我们用梯子 对 还是用梯子当一个标准差的部分 这个梯子是一个我们平均的 一般的正常人的一个 它的一个量 拿来做比较 之下的结果 OK 好 谢谢副作 副作请回 那我们就知道说自己的骨密度 可以透过很多方式来做检测跟了解 那我们请教陈老师 那如果像是有骨粽的话 我还可以运动吗 还是就是运动要有一些选择的呢 我会建议还是要运动 因为其实骨头它是喜欢压力的 它不喜欢就是这种牛啊 然后会折的力量 可是它需要压力 所以呢尤其是像这种脊椎或者是膝盖的话 它需要有适当的冲结压力 所以不要选择高强度的 长时间大量的运动 本来是一些中低强度的运动 譬如说就是健走 这种就适合 但是要很注意路面的选择 不要是在这种薄油路啊 水泥地那种大量的行走 本来是比较建议是这种草地土地啊 甚至于是那种操场的PU跑道 然后去见走 这样的话会是比较适合 所以如果关节不好 是不是真的就是用运动 不是 游泳 是会比较好的吗 这个东西是 游泳其实是运动中间的一种 但是它呢 各位可以想想 它是在水里面浮着的 所以它的关节是不受力的 它只有肌肉的这些收缩拉扯 就达到运动的目的 所以它不会损伤你的关节 OK 所以 刚刚陈老师也讲了 就是说需要运动 但是你要考虑一些撞击啊 或者冲击太大的运动 是对老年人来讲是要小心的 那会造成 比如说脊椎骨啦 或者这些的压扁 它会有个压不性骨折 对 所以要特别注意 OK 好 我们刚刚也讲保养可以 透过刚刚其实 我们的陈老师跟林医师 教我们的拍拍 这个什么 肝胆经之外 还有倒转乾坤嘛 那最简便的 是不是就是 吃一些保健食品 所以呢 网络上呢 大家常会问 膝盖不好就吃钙片 可不可以呢 副作 所以这个是我在 而且是看 冷诊的时候 最常被病人问到的问题 常常问到的问题 所以我们是 这个一再的去纠正 但是这个观念 到现在还是 所以我利用这节目 节目时间 跟大家再做一些 这个说明 那钙片呢 就是我刚刚 这个给诸位看的 那几个好像海绵一样的 这些图片 对 它就是在补充这些 松掉的一些 骨质的地方 那真正的关节炎呢 是我最前面说的 它的软骨 已经磨损了 所以软骨 跟这个骨质啊 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 所以 钙片是补了我们的骨质 对 就是如果说你有骨松的话 就要吃钙片 对不对 但是补软骨的话呢 就是所谓的葡萄糖胺这一些咯 是不是 是的 那这些可以吃吗 这也是很多人会问的吧 他就说 副作 那我不是吃不适合吃钙片 那我再吃另外可以吗 你是指软骨吗 对对对 如果软骨收成的话 完全不能用钙片来补充 再次说明 但是我们这个软骨损伤的时候呢 那当然很多房间 很多的一个所谓的葡萄糖胺啊 这一类的 对 可以来做一个补充 它的原理就是说 我们软骨里面呢 就是包含了葡萄糖胺这种成分在里头 对 所以就希望用这种成分呢 你吸收了以后呢 去修复它的软骨 但实际上呢 这种能修复多少呢 我想我们还是要做一些这个 一些保守的一些 所以副作是有点持保留的态度是吗 我要搭配一下那个运动 那你还有那个微骨粒 能到你微骨粒钙片 或者是说葡萄糖胺要怎么吃啊 那些是可以向副作家建议的是 其实是适当的看状况 有些人需要才能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的运动 你如果没有搭配的话 其实你吃得进去 吸收不进去 你的身体无法使用 那个才是重点 晒太阳 另外一个晒太阳 然后还有D 维他命D是要能够 可是你要先吃进去啊 当然你D也是可以啊 因为那个都谈骨头了 今天如果谈软骨 软骨的话就是不知道它 我们什么现在还有所谓的软骨素 你们女生看电影喜欢吃鸡爪 你吃那个牛筋 吃海参 因为软骨素在外面用营养了 它大分子 其实没那么好吸收 这个就靠一些食补 就补一补这个周围的强度 所以李医师你轻强 好像不是很建议吃这些保健食物 那也不是 看清醒 看清醒 我们所有的东西一定要看清醒 你够严重的 我们要加速的赶快外力来补 那如果是一般的 当然我们还没有到那么严重 年纪大一点 我们要以前受了伤 保养保养 那如果说我们吃食物呢 据说洋葱可以致膝盖痛 补骨髓比钙快十倍 这洋葱是食物了 它不是只是洋葱 它这个洋葱泡在葡萄酒里 其实它将来最后的结果 那它是补什么 因为洋葱 洋葱里面 因为它有带硫化物 其实某个角度是对肝脏的排毒 其实还蛮有效 但是现在的洋葱 因为我们叫 洋葱有一股味道 那是大蒜的蒜 素 素 还蛮有效果